將軍澳盤園選擇多羅羅 而且這裡衣山磅水 不少居住環境都相當奢合喜愛健康生活的人士 所以今集的屋卷樓盤圍繞著這個主題介紹 如果你喜愛健康生活 就不要錯過了 這裡附近海景連綿 四處都充滿綠化氣息 令人心曠神疑 如果想住在這裡 從公園看過去 就已經看到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屋苑Savanna 由惠德峰發展的Savanna 共分8座分層樓宇 以及5座獨立屋組成 整個屋苑提供804個單位 單位面積相當多元化 分層單位提供開放式至四房式單位 主打兩房設計 面積介乎300多尺至1900多尺 另外五座獨立屋 面積就大約是1900多尺左右 全部都是四房單位 還有四至五百尺的獨立花園 居住環境這麼舒適 想運動也可以 想寧靜享受也可以 身心都更加健康 屋苑步行大約六至八分鐘 就到將軍澳站 非常方便 除了基座商場之外 Savanna和附近幾個大型商場 也非常接近 好像POPWALK、POPCON 將軍澳廣場等等 如果你喜歡環境清幽些 有如世外桃源的清水灣半島 你就一定要留意 清水灣半島在2001年入伙 由七座風車型設計的物業組成 提供接近二千個單位 第一期主打三至四房大單位 一層四房 面積接近千尺 第二期主打兩房單位 面積大約六至七百呎 整個屋苑位處海旁 環境清幽、海景迷人 屋苑背靠百姓角的山景 背山面海、景觀滿分 聽完以為這裡很偏僻 其實屋苑樓下已經有小巴直出坑口 五分鐘就到 班次還很密 附近亦有巴士總站 提供充足的路線來往港九地區 第三個要介紹的 就是將軍澳站旁邊的天進3A 由新鴻基發展的天進3A 由四座物業 以及五座獨立洋房組成 提供約九百六十個單位 這裡主打一至三房單位 大小設計多元化 而且大部分都設有露台 景觀十分開揚 屋苑設施配套充足 除了大型住客會所、六塊內圓等等 附近亦被多個大型運動中心包圍 例如將軍澳體育館、運動場、足球場、游泳池、單車館等等 全部都是熱門的運動消閒好去處 交通方面 將軍澳站距離屋苑只是大約兩至三分鐘 加上附近巴士小巴路線豐富 出入選擇多多 而且將軍澳中心、popcorn、popwalk等等大型商場 全部都是五分鐘的路程範圍之內 生活條件這麼優厚 想不健康也難吧 聽完是否覺得很吸引呢? 想知道多點 還不快點聯絡我們?